政府也都让我们真是在宗教豁免上面 我们可以能够聚会 我们感谢你 祈求主让我们在相聚的时候 我们都一起去认识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行出你的心意 不单只是头脑上的明白 更是生活上行出来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那主耶稣基督得圣明治祈求 阿们 今天我们讲《比德前书》的广道系列 就是《冲击下的信心族》第五 我们已经讲到第五讲的了 《比德前书》二章十三节 那里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是说看经文就可以见到的了 大家手上有一个程序表 有大字版 很开心 《比德前二章十三节》那里讲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在这段日子里面 都会觉得是一段不容易讲的讯息 是敏感的题目来的 都挺难的 难些什么呢 那是不是难明呢 经文要识经的地方 其实不算很复杂 经文都讲得很白的了 其实 还是难做到呢 按一按那个投影 是难做到呢 都确实有点难度的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难接受的 因为颠覆我们的世界观 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圣经讲的东西很奇怪 甚至人会 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听这一节的圣经 又或者用自己的方法 去解释这一节的经文 为什么我们选择看比特前书 因为当时的读者 正是面对着冲击 如何以信心去面对 对应到我们今天面对的处境 其实相当之有共鸣的 但是我们 选择看比特前书 没有理由去跳过第二章 没有办法不讲到第二章这部分 况且神的指纹 是需要神的说话 是整本身旧约的圣经 不是我们喜欢选择哪一句 就听哪一句 不要选择性失聪 我现在有时候 我给自己一个借口 我游得水多 耳朵有点水入了 可能就会塞塞地 我有时候也有点撞拢的 在家里面听家人讲话 有时候听到这句 听不到那句 但是开始有时候 会发现自己 可能会假认听不到 有时候家人讲的东西 我们会不会选择性失聪 选择性撞拢呢 不要选择性地去听神的说话 圣经也都用他的话语 去提醒我们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要将圣经当作一个工具 说对谁真是好 真是在说他 即是提醒他 圣经是首先提醒你 提醒我 不是用作解决私人恩怨的武器 经文不是用来 向弟兄姐妹发炮的工具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说话 一段对每一个人 都有提醒的经文 如果你看到经文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读就是 比得前书二章十一至二十五节 十一至二十五节 投影片上都会看到 好 预备起 亲爱的 你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欲 看的情欲 这情欲是与灵云争战的 你们在外帮人中 要品行端正 好让那些人 虽然委谤你们是作恶的 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在监察的日子 归荣要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信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誠恶 賞善的官员 因为神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以行善 来堵住胡涂毛之人的口 虽然你们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作神的伯人 无要尊重众人 要敬爱教宗的弟兄姊妹 要敬畏神 要尊敬君王 你们作奴伯的 凡是要传敬畏的心 信服主人 不但信服善和的 就是乖辟的也要信服 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忍受冤屈的痛苦 这是可赞许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 有什么可称赞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 这在神看来是可赞许的 你们梦照就是为此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中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辱骂不还口 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得公义的审判者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已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木人 和监督了 很丰富的一段经文 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不要只看一段 不要只看一节 是要看整段 甚至乎看整卷书去了解 今天经文 二章十一节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看到了 提到我们 我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客女听下去很文雅 这个字 所以我们会觉得 都不知道他讲什么 客女去旅行 做客人 今天很少人用这个字 但是用今日的字眼 客女可以指难民 所以二三十一节 那里说 亲爱的 你们是难民 我们一个误会 基督徒会以为自己是公民 圣经说 其实我们是难民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虽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是难民 在一章一节 比特前书一章一节 那里说 耶稣基督的仕途 比特写信给那些被简选 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 加巴多加 阿西亚 被推离的难民 我们是被简选的难民 被神简选去做难民 是否好像很吊诡 感觉很自相矛盾 你被简选 很高人等 很特别的一群 你是难民来的 被看低的一群 但一章十七节那里 甚至乎讲到我们的生活方式 一章十七节 既然你们清立不偏待人 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全敬畏的心 那做些什么呢 就是到你们在世 寄居的日子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同时我们在世上 要面对一场的战役 我们在打仗的 回到今天的圣经 二章十一节那里 原来接着下去 还有一句说话的 亲爱的 你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即是难民 我劝你们要禁界肉体的情欲 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经文讲到这场仗 是内心的交战来的 和肉体争战 肉体不是指身体 不是指一块块肉的身体 而是情欲来的 例如贪心 骄傲 淫乱 仇恨等等 肉体是指今世 和来世 和永生是相反的 我们今生是有情欲的 我们正是同时在两个国度里面 两个国家里面 去生活着 受到今世的影响 但是同时我们又会为来生 为天国去生活 所以是有冲突的 令我们会面对着骄傲 仇恨等等 这些肉体的挣扎 有一场的战役 我们要打着 是在我们里面去打 和我们的灵魂争战 但是呢 我们又会看见 我们身边很多的轮舍 是不是 他们在这场战役里面 是什么来的呢 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呢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身边的轮舍街坊 原来不是我们的敌人 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观众 二章十二节那里讲话 你们在外帮人中 要品行端正 好让那些人 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会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在监测的日子 荣耀归给神 你身边未信的朋友 未信耶稣的朋友 或者轮舍 会看实你的 原来 看实我们这帮基督徒 会怎样做 见我们的行为 误会我们是作恶 反而会归回荣耀给神 就好像耶稣登山宝睡那里 这样讲话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要荣耀神 这种生活态度 和一般生活在香港的朋友 其实是很不同的想法来的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香港不是我们的家园 好像和一般宣传短片的 说法很不同 是吧 为什么呢 是因为天国才是我们的家园 我不是叫大家对香港没有感情 不是叫大家讨厌香港 而是叫大家不要随波逐流 跟随社会的文化去生活 我们在香港是会将荣耀归给神的 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公民 我们和身边的身处的社会 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我们的光是要照在人前面 荣耀天上的父 如果有人跟我说 荣耀神 你个人都很好 都很久没有人跟我说 虽然真的是这样 但是 我是归荣耀给自己 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说 耶稣在荣耀神身上 做了一些这么大的改变 在荣耀神身上 做了这么大的改变 真是厉害了 那就是将荣耀归给神 如果我行差踏错 我个人很阴险的 在公司里面玩手段 那些人对我会减分 对神都会减分 圣经说欲活神的名字 在我高中的时候 我那时候对信仰都有一些迷茫 虽然信仰耶稣 但是迷茫 熟灵生命都低落 甚至乎想过放弃这个信仰 都没有考虑生活 有没有荣耀神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说 我们会认为香港不是我们的家园 但是我们不会冒犯香港 相反我们要在香港那里荣耀神 彼得就提到 在身处的环境是可以荣耀到神的 是怎样荣耀法呢 第十三节那里说 你们为主的原故要信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军王或是在上的军王或是在上的军王或是军王所派佛恶赏的官员 因为神的既然因为神的既然因为神的既然而言 当我们行善不行恶的时候 是可以堵住无知糊涂人的口 所以我们是会顺服制度 我们会顺服在位的 是因为我们要行神的旨意 我们最终是效忠神 最终不是效忠制度上面 或者在上位的 因为十六节那里讲 其实我们都不是效忠神的 不是效忠某一个制度 所以就算我们宣誓 效忠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我们最终都不是效忠那些东西 最终我们都在效忠神的 因为十六节那里讲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虽然是有自由 但是我们会限制我们的自由 不去产生恶毒 我们对任何人包括在上位的 都不会产生恶毒 所以为什么 虽然圣经说我们在香港 不是公民是难民 我们却是比香港很多人 比一般的人 做得一个更加好的公民 我们做公民的标准 比一般人是更高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公民身份 在天上面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融入社会 但是香港的文化又不会主导我们的生活 天国的文化才是主导我们的生活 不单止在香港 去到哪个国家都是 我们可以喜欢球赛 喜欢看球 但是我们不会去赌球 我们会跟同事吃饭 但是我们不会去陪同事一起讲是非 他们可能会觉得你闷 不跟你聊天 但其实是OK的 是可以的 因为你没有脱波逐流 但是其实可能是非讲得多都会闷 聊天可能我们会发现到 很多话题很丰富的 不一定要只是讲是非 可能有同事都会觉得讲是非不好 看见你够胆不和人一起讲是非 会佩服你 更加佩服你 在天上那位神 活得不同 不是一定要背叛群体 我们有自由 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的自由去犯罪 不是用自由去放纵自己 而是自由地去做仆人 自由和仆人 好像有个吊诡的字眼 所以我们能够融入社会 但是其实我们是难民来的 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吊诡 我们以为 以难民的身份 用难民的心态 去做一个无范的公民 以一个自由人的心态 去做一个神的伯人 所以我们做市民的时候 要想清楚怎样去做 不是凭着血气去做 十一节那里就说了 就是四句很冲耀的 无要尊重众人 要敬爱教宗的弟兄姊妹 要敬畏神 要尊敬君王 尊敬在上位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容易 因为不是所有的政府 都对宗教好的 不是所有的政府 一般来说认受性高的 民望未必高的 受普罗大众尊重的 去欢迎的 但是当你对政府 或者对一个制度 可能又会不满 可能甚至乎不认同 又或者你本身不喜欢 某一个领导人 尊敬尊重 甚至顺服 就会变得不容易了 我想说 我见到很多弟兄姊妹 畏着神的缘故 纵然对她来说 是不容易 很难啊 但是他们都选择去信服 去尊重制度 即使制度有它不完善的地方 其实我们身处在香港 有意无意 不同程度地 都在信服制度 信服政府 我见到这个弟兄姊妹 很努力地去做 甚至乎有一次 我讲完信息之后 我说为掌权者去祷告 有个弟兄 结束之后走过来 哎呀 我都知道 经文是这么说的 但真的很难很难很难 我都听她 怎样难发 然后一起去祷告 我都肯定 真的 弟兄姊妹 他们都是很努力地 想去实践 神的说话 但是每个人 都有她的挑战 有她的不容易的地方 但是无意之中 我们又在信服这个制度 而这份的尊重和信服 其实是很重要的 在很多国家的换界 换领导人的时候 就算选出来的人 不是很合他们的心水 权力的移交 都是相对稳定的 因为他们尊重制度 英国在脱欧的公投上有结果之后 很多人不开心 当时的首相卡梅伦 虽然不满意的结果 但是他都没有说 这样不算数的 当没事发生 他没有这么说 反而是尊重结果 美国当年选到特朗普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失望 但是就算不满意都好 不满意选举人票这个制度都好 都没有说不算数 因为他们尊重制度 不会回头 相反有些第三世界国家 某个时段 政权的移交政局 都是不稳定的 甚至乎有政变 或者有机会发生内战 可能有人对信服这个概念很陌生 觉得很混乱 甚至乎觉得信服是一件很蠢的事 其实信服是一种美德 是一个社会的建立 是在信服的基础上 政府是这样形成 甚至乎学校 家庭 甚至乎交通 甚至乎一场球赛 他都是需要信服的 运动员需要信服 求证的判决 不论他 调气信不信都好 他都要信服的 如果不是就有黄牌或者红牌 吸烟人士要信服 非吸烟区这个标志 驾驶者要信服交通灯 所以为什么美国的认情这么严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州的市民 不觉得需要听政府说 要戴口罩 当然了 领导人没有做好榜样 警惕自己去戴口罩 也是一个问题 但我最主要想说是什么呢 信服是合乎圣经的美德 信服不是喜好 不是崇尚个人自由的问题 而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信服同样都可以 一方面信服 一方面为大众谋求福祉 我们可以照表达意见 信服的意思不是一声都不出 是会善意地表达意见 我们太太是一位很信服的妻子 但是她的信服是包括 会给机会外带领之余 还有都会 真的在我带领的过程里面 给一些意见我的 有时候 美鳳在这里 有时候我和少平聊天的时候 你会讲一下我们老婆 在我们讲道上 会给一些意见我们的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些意见都是很宝贵的 其实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是可以表达意见的 不是一声都不出的 甚至乎为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是会发声的 但是态度上我们都是要尊重 十四节那里说 情恶上线的官员 有人就会说 如果在上位 没有情恶 想善 怎么办呢 相反 他情善想恶 佛善想恶 那是不是就是不用信服呢 原来经文的第十八节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这样讲 有关 原来有一个这样的领导 十八节是讲一般单位的领导 就是一般的主人 十八节那里说 你们作努力的 凡事要传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 善良 温和的 就是乖辟的 也要顺服 乖辟原文的意思就是弯曲 不正 英文的翻译是unjust 不公义 所以你觉得政府无限可激 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不合乎圣经的 就是如果觉得 政府是无限可激 没有问题的 那其实都是 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圣经里面 也都提及到 就是 就算主人都好 都会有他不完美的地方 政府的施政 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改善的空间 是不合乎圣经的 也都是跟现实 不符合的 一个的想法来的 但是 如果政府 不单止有错 如果是乖辟不义的话 那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们不想信服 可能是基于一个好的理由 因为牵涉到不公义的问题 有时候掌权者濫用权力的话 用他的权力去欺压好人 欺压信服的人 那信服还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信服有没有例外了 基督徒是 在比特前书四章四节 那里有一句话 基督徒是不会跟外邦人同奔放荡无道的路 所以是不应该同流合污的 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基础 就是 诗堂转五章第29节那里说 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 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比特说的 是比特前书的作者比特 他在诗堂转五章第29节 带头去说这句话 假如政府违反神的命令的话 就应该不顺服了 就例如出埃及的一章十七节那里 希伯来的修生婆不顺服法老的命 去救那些不杀的男婴 弹以利书里面 弹以利三个朋友 不信服尼布格利撒王的命令 他不拜金像 弹以利也不信服大利乌王的禁令 仍然一日三次屈识地轨道 去向神祷告 士郎转四章那里 比特和若翰不信服公会之命 去继续传扬福音 所以比特 我相信是写比特前书的作者 他讲到信服掌权者的同时 都会同意会有不信服的时候 这些就是所谓公民抗命的圣经根据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都是为了神的国 但以利利和三个朋友为了神的名 修生婆是为了敬畏神 敬畏神之余 他们都为了救同胞的男婴 而在第十九节 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我们是为使良心的缘故对得起神的时候 其中一个方法可能就是不信服 反而反过来要问一条问题 当有不义的主人 乖僻的君王 十八节说要信服 我想问一下怎么信服呢 我不是说在心态上面 只要心态上面 我们对焦神 我们真的不是很不愿意 我们很愿意 很愿意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顺服君王 我们愿意去顺服掌权者 就算你觉得多难也好 你都愿意甘愿去做 我可以的 我做的 为神的缘故我肯顺服 但是心态上面搞定了 技术上面怎么操作呢 为对得起神 顺服不义的君王 会不会是为信服不义的君王 而对不起神呢 对不起神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信服一个不义的主人 会不会变成同流合污呢 可以对得起神的 那怎么做呢 是有他的难度的 另一条的疑问 我也想问的 不止刚才那条 另一条疑问是 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忍受冤屈的痛苦 这事可赞许的 十八节 这样做呢 已经有信服了 这样 是呀 就是怎么照做呢 我们要看一下了 但是呢 我们做了了 我们信服了了 为什么还会受冤屈的痛苦呢 我们很合作的了 是不是 我们愿意信服 但是为什么都会受冤屈呢 那这两条问题 我是想问的 首先要解答第一条的问题了 就是如何信服呢 原来有三方面的 下一张投影片 拜托 面对不义的君王 或者主人 如何信服呢 又同时对得起神的话呢 第一 我们继续表达尊重 我们不恶毒 去对待对方 这个是很肯定的圣经基础 第二 我们会选择圣地信服的 当在上位的指示 没有违反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信服啦 但是当违背神 我们不想同流合污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去不信服的 所以选择地信服 第三 就是态度上面 甚至乎对待上面 是最后一个的想法 就是十九节 是会接受冤屈的对待 忍受冤屈的痛苦 经文说 这个都是信服的表现 这一点也都是回答到 为什么信服乖辟的主人 仍然会受冤屈这个问题 下一张投影片 原来冤屈原文就是不公义的意思 忍受冤屈的痛苦 就是忍受不公义的痛苦 受不公平的对待 当主人是乖僻 是不公义的时候 他对待仆人 也会不公义的 就算你信服他都好 他都可以苦待你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是有一些不公义的事上面 我们选择不参与 不信服的话 会遭受无情的对待 为神为人 我们会有信服 有不信服的时候 但是经文没有提到为自己 相反提到 就算自身遭恶待 仍然要信服 当社会聚焦在 自己个人的权利上面的时候 经文的焦点 反而是放在神那里 十九节 为使良心要对得起神 经文有一句的评语 那句说话就是说 这事可赞许的 十九二十节都有提到 可赞许的 可赞许原文是什么呢 原文是恩典 神的恩典在你里面工作 去接受一个有罪的世界 社会的运作制度 都不足够去解决 世上人性和罪性的问题 圣经说 妻子要信服丈夫 其实丈夫要做的事是更多 要爱妻子 要保护妻子 甚至乎为妻子 写去自己的性命 为她的好处去争取 这种态度是超越世界的标准 世界的标准是什么呢 相反 潮流的文化媒体广告 都将女性描绘为 是可被占有的工具 被发泄情欲的工具 但是圣经所说的爱 是寻求别人的好处 不是为自己争取争取争取 占有占有占有 而是为别人付出付出付出 就好像神对世人的付出 这份就是恩典的付出 恩典的意思就是 神给我们一份无不配的礼物 无条件的礼物 所以十九节 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忍受冤屈的痛苦 这是恩典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 有什么可称赞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 这在神看来是恩典 公不公义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公义 不为自己争取 为什么会这样呢 相反又要为别人付出 我想付出更加多 其实这个不是讲公义 而是讲恩典 彼得的想法和世界很不同 十九节二十节 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你没有做错事 能够忍耐 你对世界是有恩典的 是会甘愿承受不公义的对待 好似耶稣一样 什么是成为基督徒 就是跟着耶稣走 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当写己 背十字架内跟随我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 二十一节那里说 你们蒙照就是为此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为要使你们 跟随他的脚中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欲骂不还口 受害也不说威吓的 只将自己交托 给公义的审判者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你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的受的鞭伤 你们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回 你们灵魂的木人 和监督了 耶稣比我们更加无罪 他被公义 被不公义的对待 他没有颜口 也没有威吓 他的边伤 他的伤口 令我们得到医治 这条是十字架的道路 不论在社会 在工作的地方 就算他知道你是对 神知道你受苦 是因为其他人的罪 但是我们将公义交回给神 学习交托 23节那里说 他被辱骂不还口 受害也不说威吓的 主耶稣只将自己交托 给公义的审判者 耶稣将自己交托 给公义的神 对于不公的对待 我们容易是会还击的 但是会令到事情更加的恶劣 给机会迫害者继续迫害我们 因为我们以同样的手段去还击 神的方法比世界聪明 听起来好像很笨 但是其实更加有智慧 怨恨的毒素 可以是入了我们的灵魂 抱着受害者的心态 充满着苦劫 以不义的手段去回应不义 日复一日 眼里面只会充满着仇恨 耶稣没有用拳头 他没有用暴力 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基督用他的伤口 去医治我们 牺牲 偿还了我们的罪债 二章二十四节 因他受的边伤 你们得了医治 原来 跟着耶稣的受苦 我们首先要明白 他受苦的意义 原来他的伤口是带给我们医治 这个就是我们不配的礼物 是一份恩典 我们明白了这份恩典 我们才懂得用恩典去对其他人 建道神学院的前院长 梁嘉伦院长 他讲及 他一位很尊敬国内的一位老牧者 那位老牧者就叫杨安溪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上个世纪解放之后 他为了信仰的缘故 他被捕入獄 他本来是一个医生 很聪明的一个人 在监狱里面 他一路被人打 一路被人租责 去到七十年代尾才放出来 大半生就没有了 但他依然忠心为主 直到死 那个老牧者 杨安溪 他和梁院长分享的时候 他谈到 每一次有政治运动 就拿来打 拿他来打 捉他来 但是他很硬颈 怎样都不肯放弃信仰 那些人很喜欢找他来打的 又够年轻 又很打得 捱得 又不肯认错的时候 可以继续发泄 那他 他那时候二十几岁 他的心态是什么呢 他每一次被人打 他都很生气 很生气 我明明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打我 我都没有做错 我还比你更加有正义 我还比你有道德 但是后来他想通了 原来不是人打我 是基督打我 是基督对我的管教 为什么 因为我太骄傲骂的人 所以每一次他被人打的时候 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就是打得好 抵打 为什么抵打 神要管教我 我抵打 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 梁院长就问大家 你觉不觉得很变态 这个想法 真的很变态 好像被虐待狂 但是他跟着补充一句 如果他不是这样想 更变态 如果一个人 比着我们 被人这样苦待几十年 你会有什么的想法 苦毒 扭曲那种的想法 那种黑暗 完全笼罩着 遮盖自己的双眼 之后可能就会 真的在奋恨当中去报复 甚至乎危害到 其他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基督的信仰 可能对他来说 更加难 我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意定难 其实如果没有耶稣 在我们心里去转化 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更加困难 苏牧师 我听回家乔牧师讲的 我自己都没有第一身听见 听回苏牧师那时候 在维护家庭的价值方面 一些活动上 向政府表达一些意见 这个也是一个 信服的表现 但是同时间 有几个团体一起 向政府表达意见 当大家都一起 去喊的时候 喊口号的时候 对面都有其他的团体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苏牧师带着弟兄姊妹 就说 耶稣爱你 我爱你 对面就有一句说话 你去死吧 这样 然后苏牧师 苏牧师竟然接着那句话 我到死都那么爱你 真的很欲骂 但是有神的爱 才说得出这么欲骂的说话 但是这种心态 真的很不同 十一节所说 这个是内心的交战 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改变我们的观念 令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主 不是为自己 作好见证的目的 在十二节那里说 是荣耀给神 为什么要信服在上的呢 十三节是为主的缘故 行善的目的是什么呢 十五节 这个是神的旨意 虽然是自由 但是十六节的话 总要作神的仆人 为什么我们要忍受冤屈呢 十九节 为使良心对得起神 当行善受苦的时候 为什么要忍耐呢 二十节 因为在神看来 你对这个世界是有恩典的 二十一节 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苦 做了榜样了 二十三节那里说 他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神 荣耀神其中一个方法 是信服政府 信服政府有不同的方式 有人去支持政府的施政 有人会看见政府施政的问题 为了外伦社的缘故 向政府表达意见 但是心态上面都是尊重 大家都是在自己的领受上面 去荣耀神 但是同时我们都会有盲点 我们需要去聆听对方 修正自己的盲点 甚至乎在互信的关系之下 我们给此提醒 最近我们见到香港的教会 有些地方不是很能够荣耀神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教会的撕裂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对公义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定义 我们掌握的资讯很不同 年轻人就会觉得上一代 只是看一些fake news 就是只是看无线新闻 上一代又会觉得年轻人 就是看有既定立场的立场新闻 不够客观 我想说明报的前总编辑 刘俊涛 弟兄他提出 我们要兼听兼顾兼勇 今天的经文提及信服掌权者 可以荣耀神 但另一个荣耀神的方法 在第十七节 无要尊重众人 要敬爱教宗的弟兄姊妹 耶稣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链 有一位的肢体 他分享他在封关的事上面 跟一些同事看法 稍有不同 就令到他们 他在工作的环境里面 被同事孤立 以前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 都没人敢再跟他吃饭 要他自己一个人吃 我希望在我们中间 他不是这样 就算有不同政见 都可以互相聆听 尊重包容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 多谢你 主耶稣信服于你 我们以主耶稣作榜样 坚持去行善 不行恶 在国庆的日子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与香港政府 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上 你给我们一条出路 求主给我们深切 明白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去信服掌权者 但是又给我们知道 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 以难民的心态作好公民 因为知道天上我们有真正公民的身份 给我们有爱心 有恩典 当有不公的对待 交托你一位 既公义又眷顾我们的神 学习放下仇恨 加添我们爱家人 爱弟兄姐妹的心 爱众人的心 不论我们政见有几不同的看法 我们都走多一步 去聆听 去尊重 去包容 我们这样祷告 逢主明求 阿们 感谢观看